射手座 aka淫瑪座 無論你是太陽或是上星的同志門號 為何叫同志呢? 因為我自己本人都是日射手的 而且我是... 我不知道我出這個post的時候是幾時 總之我是12月13日 跟Taylor Swift是同一日生日的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說生日進步 由這個雙子座滿月開始 直到農曆十一月尾 直到下個摩蠍座 aka山羊座新月 即是這段時期入面 即是由你聽到這段錄音 直到我下次出星雲之前 Taylor就說我們有很多情緒糾結 我們很怕離開我們的comfort zone 我們的安全網或舒適圈 我們不敢去接受新的事物 其實這件事都是可以由星星去解釋的 首先現在有一個滿月 它就直衝我們的對公 滿月這件事很重要 大家想想人狼是何時變人狼的 都是滿月 滿月就會有很多情緒不穩 爆發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的情緒是很糾結的 OK 加上我們主星木星 由入廟得勢變成失勢 因為它入了摩蠍座 aka山羊座 是的 就正如我在最近一個寫關於反送中前途 還有香港人前途的那個文章裏面 我都有所說 大家有沒有看到呢 但總之在這個文章裏面都說 其實就是我們的守護星 由天堂跌入了禮騰那裏 OK 還有在這個滿月之勢 其實這個木星在摩蠍座 aka山羊座的二度 是一個初角度 代表其實我們會入了一些未知的領域 OK 其實又去想 究竟這些領域是關於什麼事 那看看吧 其實看真點 會關於一些錢和工作事 是的 因為木星 即是我們的守護星 有三分金牛逆行中的天王星 是的 所以對我們的射手來說 其實我們在我們賺錢的這個人生範疇裏面 會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但是我們很害怕 那 所以呢 其實大家最近有沒有看我的那個星盤分析 如果去Facebook IG 你可以打回hashtag星盤分析 那就專門看回我塔斯聯林那些 其實我都提過的 In general OK 其實全人類都會有一個工作上的大變動 OK 加上這個滅月效應 所以其實尤其是對我們射手的同志們 是會有更加直接的一個影響 是的 在工作上 即是賺錢上 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要接受一些新的項目 那麼嚴重的話 是直接會轉行的 明白嗎 即是不是你做的那一半 所以會有一些新的事物 令到我們又比較害怕 好 那最後其實說真的有沒有吉日呢 我就不多覺是有的 那麼最緊要調整自己心態 明白嗎 如果沒有external的一些幫助 或者說有internally去提升自己的能量 是的 或者可能到了年尾過 我不知道會不會好些 那就要密切留意下期的新聞了 好